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弹弓一样的钢珠弓 一般正常的弓弦是不能有弹性的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也是弓的基本原理 人民纪时期的弓弓 配件都比较简单 最常见的就是弓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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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 长一点的破形班子 但使用方法基本类似 都是用班子下方将弦勾住 右带班子会开入弦巢 利用缺口勾住弓弦以便拉箭 作用是防止放箭时 急速回抽的弓弦插上手指 所以班子的作用 有点类似于现代弓箭的杀放器 据记载 早期的班子大多采用象牙 后来也有玉制 甚是西角 水晶 翡翠等各类名贵原料 清军入关后 很长时间都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 刚好巴西的子弟们又养尊处优 天天没啥正经事干 这一张原本作为辅助习物的班子 慢慢的演变成为了公子哥们 把玩了时髦饰品 并一度成为了身份等级的象征 箭带又叫箭筒 顾名思义就是装箭的袋子 材质通常都是由皮革 木头和竹子制成 箭带的作用就是为了现在存放和携带 在行军作战时 弓箭手就会把箭封进箭带中 以便随时取用 而且在古代 弓箭的制作工序都十分复杂 箭带也能起到保护箭身的作用 在很多有弓箭的电影和游戏里 这些角色总是会在身后背一个箭带箭筒 例如古墓丽营9里的娜娜 魔术世界里的希尔瓦拉斯 这种设定给不少人留下了一种 箭带箭筒都是背在背上 直接往后伸手抽剑使用的印象 那么在真实的情况下 箭带箭筒应该是怎样使用的呢 现在的背一个箭挂背负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军味 比如说我们把箭挂 比如说我们的箭带背负在背上 而不是在腰间方便取箭 箭带的话 不管是我们在奔跑跳跃期间 箭都是比较固定的 位置也比较固定 也方便我们行走 我们的双手和弓箭都是空开的 我们会把箭拉到一只手 将箭挂从这只手 拉低放入我们的腰间 进入作战位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调整绳位 然后让我们的箭从腰间取出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腰间取箭了 速度就要快得多 一般来说地中海设法都是从腰间取箭 是比较快 当然也不反对有背间取箭 像背圈取箭的话 更多是使用于地中海地式海式设法 比如说是两指设法 这种设法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箭带的话 我个人不推荐用行军方式去背负箭带射料机 因为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说是行军位的话 我们的拔箭会相对于困难的多 你可以看到我基本无法从正常位拔箭 除非你专门调专门的一个拔箭位 专门的拔箭位的话 你的箭带其实是倾斜的 在这个角度会支出你的身体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可能会被树枝 或者说你身旁的步兵 将你的箭刮蹭 而带来你的箭支的丢失 这样的话不如行军 正常的侧问背负 它这样不会挂到任何人 但是它这样就不方便你任何的拔去 你根本拔不到 那么如果说我们即使是从背面拔 这个角度 在这 这才是正而把你的背面拔箭的角度 这个时候而且我们拔的不是箭尾 而是箭的中感 这个为啥 再拔箭 进行射击 这样才对 通过刚刚的讲解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 游戏里常见的背负是箭带 主要应用于古代行军史 背在背上不影响士兵们的行动 但如果是在战斗时 弓箭时候还是会把箭带配于腰边 或者直接挂在腰带上 怎么快速顺手的拿箭才是关键 当然这种传统的背负式箭筒箭带 往后拿箭 古人们也觉得比较麻烦 大的后来就开始使用挂腰上的箭囊 例如从唐大辽这段时期 用了便是挂腰间的葫芦 之后还出现了三点式固定的箭囊 明清用的比较多 跑起来较为稳定 然后箭囊里用毛毡挤压 把箭尸夹得很紧 这样即兼顾的腰间取剑的便捷 用了防止箭矢在行动中掉落 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画作 或者往前的一些照片上都能看到 剑囊大概都是在腰间的位置 方便弓箭手即时取剑 进行束手 同时还有种搞法 就是古代在打偏阵地的战争时 弓箭手作为防守方 能预知敌人将会对阵线发起冲击 这时候干脆箭都不被身上了 直接放城墙的箭筒里插走 这样能更快地拿箭进行射击 甚至没捅的话 把多支箭直接插在地上 等敌人冲过来前 能赶紧射出去 造成更多的杀伤 说完了箭带 我们来看看现代弓的各种复杂配件 具体是干什么的 如今的现代返续弓 现代复活弓 都是偏向于竞技运动 为了提升弓箭设计的精度 玩玩都会选装各种配件 比如复活弓的滑轮组 瞄准剂 平衡杆 箭台等等 所以我们看很多电影游戏里出现的现代弓 在加装完配件后 都是一种非常复杂精密的造型 那么这些东西又是干什么的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四川兵机联合会的布露 常见手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复合弓 现代的复合弓 有老式复合弓与新式复合弓 我手上的这一款是老式复合弓 也叫滑轮弓 它的特点是比起传统弓箭 它多了两个滑轮组 和多了两条副弦 它的特点是开复合弓 往往不需要特别大的力 就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并且它的弹性势能 因为滑轮组获得一个物理学的加成 复合弓的主要部件是 主弦 副弦 滑轮组 弓壁 以及弓板 它的优点是精度高 键路的一个飞行轨迹 非常的笔直 飞行速度也比较快 有很好的复合弓 出速已经可以媲美子弹了 那么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些复合弓的其他外挂 大家现在注意到滑轮弓的上滑轮 以及下滑轮组 上面有一个刻度尺 以及刻度尺上面有一颗螺丝 这是用于调整弓的拉锯的 拉锯根据玩家的身高去调整 身高高的人手臂展开就越大 你是一位1米9的玩家 你不能去用一个最小的臂展 不能用一个最小的拉锯 这样子会导致你开弓 手都没有完全拉开 导致一个很不舒服的姿势 当然你也不能1米56的玩家 去用30的臂展 那么你会导致你的手全部展开 但是弓还没有拉开 拉锯调整的这个刻度 是要根据个人的身高来计算的 并且上滑轮组和下滑轮组的拉锯刻度 必须要保持一致 不然弓的上下受力不一样 也会影响弓的弓片的寿命 这个是止弦器 它的作用是防止开弓以后 主弦回弹的反向形变过大 导致弓的结构受损 这个是平衡感 这个平衡感的作用是 在触合弓开弓时 它能够提供一个向前向下的一个 动力作用 让你的手更加稳定的朝一个方向导 这个东西也会增加弓的自重 所以触合弓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 这个东西它叫做箭带 就是你们平时玩绝地求生里面 可以捡到的那个东西 在绝地求生里面的作用 是能够给你的弓或者弩 提高换弹速度 现实的作用也是 但是其实作用并不明显 然后还有一个在触合弓上面的作用是 提供更好的左右形制 以便辅助你的水平 但同时这个东西会增加弓的自重 对你的手臂负担也会更大 复合弓一般搭载的箭台 有箭台刷和下落式的箭台 比起传统弓箭 复合弓绝对不能使用真语箭 只能使用焦语或者假语箭 然后是瞄准器 复合弓的瞄准是开弓以后通过溃孔 去对准瞄准的刻度 根据磅数 箭中的不同 对准的刻度相对的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分弦器 它就是一个塑料的卡口 把两根副弦分开 它的作用适用于你的箭在飞出去的时候 不会让副弦摩擦 导致副弦寿命减短 复合弓的设法只有一种 只有标准的禁忌设法 搭配使用撒放器 大部分不合弓都需要搭配撒放器 很少有手可以开的不合弓 撒放器就是让你的手 对弓弦与剑的影响降到最低 它只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夹子一样的东西 它的震动以及形变都很小 对弹道的影响也很小 它是一个夹子 然后是配一个扳机 就像是枪械一样 使用撒放器开弓时 请拒绝金手指 请将你的食指扣扳机的这根手指 放到远离扳机的位置 将弓完全展开时 准备释放弓箭时 再将你的手指扣在扳机上 相信通过川明连老师的讲解 大家对于现代复合弓的各部件 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现代复合弓注意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们上下两个滑轮组 正如刚才所讲 滑轮的作用是帮助攻守审地 不过大家不要搞错了 滑轮省力的意思 并不是帮你开弓省力 不要以为原本能开20磅的弓 有了滑轮就能开50磅的弓 即便是有滑轮的现代复合弓 依然是需要满力开弓 只不过在你开弓之后 滑轮会帮助你在满弓状态时 节省力气 如果有玩过复合弓的朋友 应该都能感受到 现代复合弓的发力是两段式的 开弓时费力 等拉到一定程度 突然就感觉很轻松了 后面维持开弓的姿势 就很省力了 这样有助于以稳定气息和瞄准 提升车键的精度 所以现代复合弓拉弓的感觉 有点奇妙 如果有没接触过的观众 以后见到了可以体验一下 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 关于弓注意重要的事情 就是弓的空放 大家可能在游乐场 或者剑馆等一些人 接触到弓箭的地方 都能看到他在墙上写的 禁止空放几个字 什么是空放呢 就是拉开弓 不搭剑直接释放弓线 如果没接触弓的观众肯定想 这没搭剑就一个空的弓射出去 也没啥危险的 不就是弓线弹一下吗 实际上这个非常危险 用弓的威力 是一卡射手用力拉动弓线 利用弓壁结构的弯曲 将拉力转为弓的弹性四人 在释放弓线后 绝大部分的弹性四人 会转为剑式的动人来射出去 如果没有剑 直接释放弓线 那么刚才记载的弹性四人 就会释放到弓的本体身上 轻则弓线断裂 弓身出现裂痕 重则跟枪械炸糖一样 整个弓爆开 对射手和周围人产生杀伤 特别是现代的复合弓 为了提升动能的转化率 不少配件通常都会使用较轻的材质 相对而言也就会非常脆弱 空方极造成弓体和滑轮阻的破裂 甚至偏心轮可能炸出去盯在墙上 威力大倒拔都拔不下来 我的手上刚好就一把复合弓 大伙是知道怎么来的吗 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人家的弓给空放了 虽然没有炸 但已经对弓造成了损坏了 所以必须给人家买下来 现在就当我的手里了 这也是弓圈的规矩 要是把人家的弓给空放了 就算没有炸 已经对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许当时看不出来 但一些弓壁等结构可能会出现暗伤 等下次再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炸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弓弓可以 千万要注意安全 轻轻弹弓弦差不多得了 但千万别拉满空放 不过有一种很特殊的弓可以空放 比如是钢珠弓 这种弓不仅能够射箭 还能发射钢珠 这主要是因为钢珠弓的作用原理 和其他弓不同 钢珠弓不是利用弓壁弯曲来寄展弹性四人 而是依靠有点像橡皮银一样的特殊弓弦来蓄力 原理就跟大家小时候玩的弹弓类似 所以这种弓空放就没什么损害 这期关于弓的配件就讲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游戏和电影中各种串角箭头 杀伤箭头它们各自的区别 以什么火箭 毒箭 爆炸箭 小明箭等特殊箭头的内容 感谢收看本期的布置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 关注点击小铃铛 我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